飞燕 他在大街上喊着他的名字 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横素伤得太重 比之前两侧还重 口里的血不断地吐了出来 断臂处也在不断地流血 整个身体都支离破碎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他不是在续岁二十亿吗 横素根本不敢去相信 一路拼死逃命 生怕闽少姑会追来 闽少姑现在在四处检查都城 确定已经没有了诗人 可是心里却更加担心穆飞燕 他看着手里的剑 刚才与横素一战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有这么高的实力 还有一颗在青椒那里 我一定要拿来给大哥用 他眼里闪过一丝势在必得 便四处查询穆飞燕的下落 天色蒙蒙 横素却还在逃窜 本来就魂魄不全 现在他几乎要魂飞魄散了 堂堂诗魁 居然落得如今落魄 你是谁 你看不出我是谁 但我记得你 那日山洞中 你也来了 闻烟腾素微微皱起眉 似在想他的话 你是青椒 是 而且现在 还是唯一能帮你的 青椒走了过去 看着面前断了一臂一身血的藤素 眼里却一丝同情也没有 是魂魄在散 莫不成 是遇到高人了 高屁个高人 只不过 是个武功厉害的小子罢了 横素恨命少姑 这会儿提起他就更气了 我之前曾经试图进王府 可是却发觉王府里有极浓的龙器 我怀疑是皇帝在里面 所以我不敢进 而你是尸魁 却魂魄被打伤 那我猜来 也是那龙器吧 青椒说着自己的猜测 腾素细细想来也对 宁少姑武功再高 也不可能将他的魂魄打散 而就在这时 青椒却皱起了眉 满脸的震惊与哀伤 你身上 有黑椒的气息 你 青椒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腾素哼了一声 眼神变得更加的湿血 还不知 被那野种所伤 野种 你说的是闽少姑 不过 他的武功不如阴湛然 也就是王府的主人 你连闽少姑都打不过 你应该庆幸 一个闽少姑就能把你伤成这样 幸好你没有遇到宣王 青椒的眼神多了几分嘲笑 腾素眼里越加得不甘 不 我跟阴湛然几次交手 他也只是 看看什么一筹罢了 但是这个闽少姑 实力竟然在阴湛然 好几辈之上 这怎有可能 腾素满脸的疑惑 但青椒脸上的震惊更重 难道 难道 他裂化了阿璇的圆丹 青椒只觉得整个身子都是抖的 他查到圆丹就在王府 而且 现在尸葵体内有这么重的黑胶气息 所以 是闽少姑炼制了圆丹 所以才会势力大增 连尸葵都觉得可怖 不 阿璇 他的圆丹 青椒整个人都变得失魂落魄 阿璇 就是黑椒吗 他死了 腾素问 青椒还在想圆丹 要知道 虽然黑椒失去了椒角和圆丹 但只要找回圆丹 一切就都还有可能 可是现在 圆丹已经被炼化了 天色渐渐开始明了 远处的飞尸赶来 腾素早就因为没有血而躁动 这会儿直接咬了自己手下 将他们的血据为己有 吃了血腾素总算是恢复了一些 但是 他却没法像以前那样立即好起来 他都好奇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是因为闽少姑炼化了圆丹吗 想到这个腾素的眼光落在青椒身上 他一面催生了断臂处重新长出来 做好了准备 青椒 他突然开口 青椒还在伤心 突然闻言便要偏过头来 却不想腾素已经掠到面前 右手捅在他的心口 反正你也抱不了仇 何必浪费元丹 不如给我吧 话音一落 腾素右手往前一推 青椒心脏的位置直接被腾素的手穿过 心血淋漓 再一收手 腾素手里已经握着一颗成人拳头大的白色珠子 青椒看着自己的圆丹在腾素的手里 已经难以回头了 给我 杀了他们 报仇 这是他的遗言 说完就倒在了地上 腾素看着那倒下的人 就在他面前变成了一条胶 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报仇 腾素说完飞身一掠 便在这黎明中消失了 天色江明 方锦协背着苏月往城里走 半路中 苏月一直趴在他背上 给他擦着额头的汗 锦协 我们歇会吧 没事的阿月 我不累 你不用担心我 你不是说回城后 我们就可以去药店买药治好你吗 那我们快回去 方锦协其实都是一直咬着牙进行 他只是想快点地医治好苏月 至于他自己 他已经不在意自己的命了 锦协 不要这样不爱惜自己 因为我会心疼 苏月这样说着 心里一阵阵的心酸 两人都太弱小了 实在是没有去爱的权利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的阿月 我们赶紧回去吧 这个时候 城门应该也已经开了 方锦协找着托词 苏月也知道他倔强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熟悉的气息传来 苏月当时就狐疑了 不对 尽叫 阿月别怕 我们走 方锦协一咬牙想着快走 苏月却拍着他的肩膀 不对 青椒的气息很淡 而且 还有很强一股血腥味 苏月也疑惑着 便叫方锦协前进 走了一会儿 远远地便看到前方一团青色 青椒死了 这个混蛋死了 他可清晰地记得青椒是怎么对待他的 是怎么打方锦协的 他死了 以后我们 便算是少了一桩麻烦 嗯 只是可惜了 他的圆丹被举走了 苏月看着青椒心口的那个大洞感叹 方锦协笑着摇头 似乎一点也不在乎 没事 不在就不在了 再说了 以我们两个的实力 也不可能得到圆丹 苏月听着他的话叹了口气 老实人总是说老实话 不过一抬头 却看见那一米来长的娇娇 哀愁的脸上又是一抹笑意 你看 是娇娇 锦协 娇娇娇是好东西 虽然没有圆丹那样的功能让你养魂 使得你成为有魂之人 但是娇娇 却可以修补我们受的伤 还能提升我们的功力 没法掩蔽 但起码 我们能有实力应对你的族人 方锦协觉得苏月说得对 便点头嗡了一声 天色终于亮了 那绝望的一夜也终于过去了 这一夜 虽然屠杀了大批诗人 甚至可以说是将腾送手里的 诗人大军全军覆没 因战然在城外处理的这些事后 便带着玉飘雪回去了 在围墙处看到了铜血苍蝇 玉飘雪立即叫不好 一路冲了进去 沿着强大的湿气 两人冲到了慕飞燕的院子 阴战然皱起了眉头 一面听着府中人的禀告 横肃来了王府 却是劫走了慕飞燕 大哥 闽少姑在身后叫她 她回过身 正好见到她一脸的担忧 我已经知道了 你去找她吧 王府这边 公王来处理 闽少姑嗡了一声点点头 什么也不再说 便一略身离开 都城外 那些富贵人 总是喜欢在这样僻静的地方 修建宅院 而现在 却被藤素占有 她一回来就进了屋子 炼化圆丹 她与闽少姑不同 她不是人 吸收比闽少姑更快 黄昏时分 便已经将青椒的元丹炼化 长长地出了口气 她现在不但感觉 自己身上的伤全好了 魂魄稳定了 甚至还感觉 自己的实力提升了 青椒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 我一定会做 不但是那两个人 还有这世上全部的人 我都会一一杀掉 她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 眼神一冷 站起身直接走了出去 木飞燕就被关在一间大屋子里 这屋子原本是这家小姐的闺房 只是现在成了木飞燕的牢房 你 你到底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木飞燕 腾素没有说话 只是听着她说了名字 一个人就安安静静地坐着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你 是什么人 木飞燕问 腾素转过头看着她 却只是看着她 我以前 是否是哪里得罪了你 木飞燕想 也只能是这样了 腾素突然就笑了 你得罪我得罪大了 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腾素问 木飞燕却摇头 她是第一次见这个男人 我姓腾 那名一个素子 木飞燕嗷了一声 好像自己知道了 记下这个名字 腾素力声开口 木飞燕只好抬头看着她点头 对于这个反应 腾素很满意 你刚刚不是问 得罪我吗 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你是怎么得罪我的 腾素的声音 好似回到了很遥远的时候 那与其就像一个末年的老人 在说起自己童年的时光 是封兰皇朝分立而来的 那时候 以前六百年前 我那时是封兰皇朝的将军 但是我父母早去 也没有祖父祖母 是在家族里长大 伯父和叔叔他们 并不喜欢我 甚至可以说 是厌弃 但是我并不在意 因为我知道 要靠自己出人头地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 比所有的堂兄弟都努力 而我也的确是走得最好的 年纪轻轻就成了将军 我二十三岁那年 终于稳定下来 有了自己的成就 所以 我也就是在那一年娶妻 其实女孩我不认的 反正是说起 姓宁 叫雅云 她很漂亮 皮肤很干净 有一双很动人的眼 所以婚后 我们也过得很好 尽管 我们是成婚当天才忍的 但是我对她 很爱惜 那一年 中山动乱 我领兵前往镇压 但是我没有想到 因为我的努力成就 惹得家族的人眼红 他们希望这样出人头地的事 由他们的儿子来做 而不是我这个孤儿 再加上当时夺敌之战 愈演愈烈 我的家族也站对了 我被无辜 卷进派系之争里了 而就是中山那一站 我身边早就没自己的人了 手下人出卖了我 家族堵死了我的路 我赢了交匪动乱 却被手下逼杀 一路脱命回到都城 东躲西藏 我想我要见到 我新婚的妻子 腾素说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眼里带满了光 那青色的眼也不再那么的瘆人 她好像一株沉睡了一冬的植物 突然遇上了春雨一般 腾素说着语气渐渐暖了下来 她眼前似又晃过那张美丽的脸 吴飞燕听得有些呆了 这些话从一个这样恐怖的人嘴里说出来 让她更加地惊恐 我很相信她 因为我认为她既然嫁给我 就是爱我的 所以我无条件相信她 我逃回了都城 就去宅子找她 我要去将事情公布天下 我要为自己冥冤 可是她以我伤重为由 将我拖住 让我第二天再去 可当天晚上 她却带着人起来杀我 而我在战场 遭到的逼杀 也是她将我的行动出卖 啪的一声 面前的桌子被腾素一掌拍碎 她的内身力气再次回来 而且比之前更加地暴力 轰得一声腾素站起身来 一把抓住沐飞燕的肩膀 将人拉得离自己十分地近 近得就像抱着她一样 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 我是被那个贱人害死的 不恨族人 不恨手下 因为我从不相信他们 我只恨你 恨你 为何这样待我 不是 你认错人 我不认得你 沐飞燕哭泣着大喊 她觉得自己是无妄之灾 她根本就不认识腾素啊 不认识我 你怎么能忘了我 当时唐兄他们杀我的时候 你可就在旁边 而且 你还早就跟他们勾搭上了 你个贱人 横素怒吼 一把将人丢到一边去 沐飞燕到底有些武术底子 下意识地就护住身子 你很想要这个孩子呀 老婆 亲 感谢观看